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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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個算是大家 團體討論的第二週 那期待就是今天是第二次 大家要討論這個心情溫度計的主題 我們可以再繼續的來演繹更多 更廣的一些知識 那上週也要說明一下 因為形式不太一樣 因為像其中一組的助教 他們有把我們的習題 在做了一些延伸 那上週比較是限定在 某一些的主題的討論 那這一週開始 其實我開學就有講 在我們這整學期的精神 其實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探索 有比較多的一些自我學習 以及團隊的一個探索 那所以這個所謂Inquiry Based Learning的精神 我希望能夠從這一週開始 大家彼此的來落實 然後來共同的互相學習 那所以今天在這個主題 我就簡單先做一個說明 那因為其實課前閱讀 我相信大家已經對於這個所謂的 BSRS 5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檢視健康量表 五題加上最後第六題 也就是自殺意念的一個評估 來了解這個所謂心理困擾 在近期一週的一個狀態 那大家一定對於課前的教材裡面 已經有認識他的 譬如說像性效度這種 比較基本的東西 就不在我們等一下介紹的範圍 那也希望就是 同學對於這堂課一開始的準備 你是已經有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教材 那我想要跟大家強調的比較是 他在歷史上的一個發展 還有應用的現況 所以我把今天的這個 前面這簡短的一個時間 把它限作在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也希望就是後續在討論課當中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思維 或反思的激盪 那我想一開始同樣還是從一個實際的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 在心情溫度計的使用上 我們會有哪些的啟發 那同學在你們課前閱讀 我想大家一定會有一個好奇 就是說到底這個工具 他只有五題 他到底能夠做什麼 那難道心情不好 透過心情溫度計 就可以判定說一個人他是憂鬱症 他需要就醫嗎 那我想就是在實際我們臨床上的使用 或者是說在社區醫院以外的環境 我想提出一個例子 來跟各位分享我們目前實際在應用 這個心情溫度計的一個樣貌 那我想這個案例是一個56歲的陳小姐 他是一個家管 從這樣的一個角色底下 也可以去有一些的發想 先生長年是不在身邊的 那都是由這個個案本身來照顧他的小孩 所以大家看到他有一些家庭的議題 包括經濟 然後包括他要獨立去照顧小孩 這樣的一個議題 所以他早年大概10年前 有第一次的一個憂鬱症的發作 那後來他其實在親友介紹下 有規律的在醫院就醫 所以維持了一段時間 大概有10年以上的一個穩定 那最近一年出現了一些狀況 不明原因的 除了他有一些家庭的經濟狀況之外 他其實自己不曉得為什麼 最近就是常常會有失眠的困擾 最近這一個月更是在 安眠藥治療底下 他出現了一些夢遊的情況 這個夢遊還滿嚴重的 就是除了讓他睡眠品質不佳 白天都覺得沒有休息到的感覺 那更嚴重的是他那個夢遊是 每天晚上半夜會去把藥多拿來吃 所以他可能是同樣一個藥 睡覺前吃了一顆 但半夜就分別每個小時起來 又多吃了兩顆三顆這樣子 所以每天其實都是大量的在 在這個安眠藥的影響之下 干擾他的情緒跟食慾 還有他的整個生活作息 所以大概這個案例 在接觸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實際照顧過的案例 那我就開始用心情溫度計 來跟他做一個評估 那所以在聊天當中呢 我也就開始問了他 第一個題目 請問各位同學 第一個題目我們是問什麼 心情溫度計第一題我們關心 對沒錯 所以睡眠困難 那心情溫度計的這五個題目 我們基本上會設定在過去一週 在這些五個症狀底下 對他生活造成嚴重的困擾 或者苦惱造成苦惱的一個情況 零到四分有多嚴重 所以其實對話上面呢 我就先跟這位陳小姐先聊了 最近這一個禮拜 有沒有因為任何的睡眠困難 例如早醒 疫情 或者是這個入睡困難 而干擾到他的生活 那於是他有告訴我 大概零到四分是兩分 就從這個部分開始 我們一題一題的去聊了起來 結果意外的在問到第二題的時候 陳小姐提供我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他說呢 緊張 有喔 我最近半年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開始常常會胃痙磷 這個胃痙磷我問他 常常發生嗎 大概有多頻繁 他告訴我說這個胃痙磷 就是成為他生活中最大的困擾跟噩夢 因為他就會常常處在這個胃痙磷的狀態 所以他那個困擾不是偶爾 而是常常 那最近這一個月又越來越嚴重 那甚至讓他覺得活不下去的念頭 也應運而生 他這種念頭其實是越來越強烈 因為覺得身體很苦 生理上的一個病痛 然後再加上他覺得剛好同時 在這個時期兒女離家 離家的意思是都成長了 小孩出社會了 一個是當兵 一個是去工作 那兒女都滿忙的 所以他變成有一些孤單一個人在家 那也覺得好像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那常年的家庭主婦他又很難去找工作 所以他就分享了這一段 那也讓我意識到說 他的這個胃痙磷不就是一個 我們常常講的所謂焦慮症狀 或者說我們講自律神經的一個 俗稱自律神經失調 事實上就是他的這個 在焦慮的影響下 他的這個生理的一個警訊 所以評完這下面 我這邊秀出他的總分 我發現他心情其實是有發燒的 因為12分 後來呢評到最後一題 更加的讓我確認就是 這個陳小姐在心情溫度的部分 他其實不是現在才發燒 事實上他告訴我他從童年 因為我問到他第五題 你會不會覺得比不上別人 他開始第一句話就告訴我 其實我從小就是很內向 那我就是覺得跟人家沒辦法比較這樣 我覺得很自卑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案例 我主要想要先讓大家了解到 心情溫度計他不是只有看現在 從現在事實上 那如果你有很好的去關懷對方 如果他也願意談 事實上他會連結到很多他過去的經驗 也會讓你去了解到很多他的生理症狀 像是胃經亂這個部分 也是他主動跟我提的 那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想要讓大家去思考的就是說 其實他的症狀到了此時此刻 這一個月以來 他已經是惡化到一個程度 他必須要住院 那過去的這十年的穩定 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段時期 那不過我們如果把時間軸 再拉得更前面一點 事實上這個個案 他可能更早就有了一些 所謂的心理健康的議題 是我們可以去早期獲得一些幫助的 比如說像近幾年很實行 這個正向的一些療法 或者是我們講其實很基本的 一些心理健康促進的技巧 比如說怎麼樣放鬆紓壓這些議題 他其實可以更早的來學習 那麼在去年8月的時候 或許那個胃經磷的症狀 不會說這麼樣的越來越惡化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mental health literacy 就是心理健康適能 這樣的一個知識跟能力 其實我們可以更早的去提供給他 但是在什麼樣的階段 以及怎麼樣給予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看到說在這個 我這邊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何早期去發現 憂鬱或者心理困擾的症狀 那麼我這邊特別把陳小姐過去的一些 不同時期他的一些生理的 這些困擾症狀把它列出來 那我們看到求學時期 他有一些失眠症狀 以及其他的生理症狀 在職場上他也表達了 常常會因為緊張不安 那跟人際的往來也不是很順利 會有一些跟同事的爭執啦 甚至有衝動性啦 會有一些的這個親身的念頭 那到了這個結婚 似乎是一個轉利點 對女性來講 婚姻前 婚姻後 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樣貌 對他來講 結婚後又是另外一個階段 又有一些的這種適應上的問題 又有出現一些憂鬱的症狀 所以我想透過心情溫度計 我們如果可以去讓對方 有比較多的一些表達 然後從這些表達當中 我們其實還是可以再連結到 更早的一些生活經驗 那或許我們可以更清楚的去看到 他這些長期以來的一個症狀的眼鏡 那再進一步我想 我們還可以去思考的問題就是 那更早或許他就有需要一些介入的機制 比如說求學士氣可能除了心理輔導 在校園的資源 那當然可能在某些的失眠 或許他去求治於嘉醫科 或者甚至就有進入到這個精神醫療的幫忙 底下他就可能可以有一些的 那個接受治療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附帶提到的這個議題 所以早期發現是一個重要的機制 那當然透過我們學習心情溫度計 假使他在不同時期周遭有一些守門人 比如說求學時期他的同學 他的老師或者他的朋友 就在這個部分懂得用心情溫度計去評估他 那發現說他不但有嚴重的失眠 還有自殺意念等等等 分數都是發燒的 或許當下在測了一段時間 比如說一般我們講一個月 心情一直都是高燒 那又有合併自殺意念 是不是早期就可以得到這種資源連結的一個幫忙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是也順帶提到就是說 可能他周遭潛在守門人 可以去早期發現他的問題 然後幫忙這個陳小姐 獲得一些心理衛生的知識 這一個契機 所以這個從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們了解到測出來 我們一題一題的去了解 發現說他是這樣的一個picture 讓大家清楚的看到他的表達 有這些的分數 那前面我們加總是前五題 是12分後面是2分 那這個2分我們就要很注意 提點大家你們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2分的判讀跟1分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我想在連帶測出來之後 後續的因應是略有不同 那當然我們要去關注 如果今天你的親朋好友 已經有告訴你他的自殺想法是3分 或甚至4分了 那同時他前面是發燒的程度 那我們當然會去密切的去關注 可能譬如說一個禮拜以後 或者是說三天後 你可能再測 當然他原本設定是一個禮拜 所以你可能一個禮拜以後再測 這當中你當然有關心他的一些生活的狀態 那希望說一個禮拜後測 如果他有一些好轉代表說 他自己已經有做了一些因應跟克服 因為特別是失眠這個部分 是可以透過自身的一些改善 來達到分數的降低 不過如果是沒有他持續發燒 那我想沒有改善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就是符合我們講說 可以轉介的一個原則 所以大概這個量表本身 他雖然只有5題 可是其實歷史上最早是由我們李明斌教授 把他從症狀量表90題 Symptom Checklist 這是美國的一個檢測一個人 他在身心裡各個面向的一個量表90題 那因為他原始的題目很多 大家看到說光身體化的一個症狀 這個所謂身體化 他涵蓋了有這邊列出來的 這十幾個項目 那你們可以看到包括有Sumatization OC 就是剛剛舉例的兩個症狀之外 還有像人際之間的敏感度 憂鬱 焦慮 敵意 畏懼症 這樣的焦慮行為的表現等等 這十大面向 所以從90題到最後變成5題 事實上他是經過了蠻多實證研究 而且是本土在不同的醫院及社區的族群 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最後當然也提了一些實證 是比較近期的讓大家了解 這個實證研究是在去年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分析了我們在全國的這些自殺企圖者 他們被送到急診 或者他們自己去到急診之後 透過我們這個急診 或者是警銷 第一線的通報 通報到中央之後 我們去分析他的這些資訊 那從2007到2016 總共聚集了大概有 將近10萬筆的資料 我們去看說田的心情溫度計 他的所謂psychological distress 也就是心理困擾 他所影響的結果 會不會在這一次的自殺企圖以後 造成他再自殺死亡的結果 這樣大家了解 就是說以這個心情溫度計去評高分 越高分是不是他的死亡 可能是越可能發生的 他的這個風險是不是越來越高 大概每一年 大家其實可以去估算 從2007到2016 這樣這幾年 10年左右對不對 那我們因為台灣在那個時期 每一年大概有 2萬到3萬之間的一個通報 一年也就是說一年來講 我們全台灣自殺行為 被送到急診或者警銷通報的數量 大概有2萬人到3萬人之間 所以加起來就是將近 這個是10萬 好10萬 大概差不多是這個數據 結果裡面呢 我們發現BSRS的分數比較高的 也就是大於等於6分 屬於心理困擾程度相對明顯的呢 他有一些的性別跟年齡的一些 些微的差異 但是大家會發現很有趣的是 不管男生女生 只要他是有自殺行為 那一群人他們的年齡分佈 其實是非常接近 你看以這邊來講 我們看青少年好了 15到24歲男性 這邊對過來他大概是26.4% 是有症狀 這個所謂心理困擾的一個 比較高的分數 那女性15到24歲大概是26.8% 所以非常接近 大概就是青少年 這些有自我傷害行為的 大概是將近1 4分之1 是分數會相對高的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樣本呢 右邊這邊去看他每一個症狀 就是五題 那這邊主要只是看到一些的性別差異 我們用這個是簡單的一個統計的方式 我們就是看男女在各個症狀 不同分數的一個分佈的差異 發現大概男女之間性別在五個症狀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有一些統計上的顯著的落差這樣子 好那同時我們如果以男性的 性情溫度器分數來看他的再自殺死亡 我們用survival analysis 就是在這個存活曲線上 我們看到紅線是屬於BSRS大於等於6 也就是心理症狀困擾 困擾度相對高的 越高的話他的Y軸是 suicide death也就是死亡 心情溫度器分數越高的 其他的死亡率就會越高 那藍色是低於6分 所以大概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參考在男性的部分 那女性其實也是差不多的一個樣貌 所以你們可以預期 女性也是在以365天的一個存活率來講 BSRS大於等於6的也會比較比較多 是死亡是顯著比較多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如果從hazard ratio就是說 去比較那個再自殺死亡的一個風險 那也可以看到性別有一些的差異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左邊這一塊 男性跟女性6分以上的 你們可以看到他都是大於6分以下的一個死亡比 接近1到2倍 分數越高他的風險比就越高 代表著分數越高 那他的這個愈後就越不好 那我大概就是簡單提到這個 讓大家去理解到 目前其實實證上我們了解 我們希望這個分數高 不是只有用在說在嚴重的那一群 就是有自我傷害的那一群人 來讓大家了解到 預測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不是只有預測 而是我們如果應用到我們的日常 以及一般大眾的使用 會比較鼓勵大家就是 把它納入一個關懷的對話當中 所以事實上那五題 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就是一個情境 我們可以從對話當中去了解 對方很多的事情 那當然前提很多學生會問說 老師如果對方他不願意講呢 或者他刻意的回答你 就是很多都很好 其實他沒有自我覺察 他其實是處在一個很不好的狀態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會比較鼓勵大家 因為這個很常會發生 那這時候我想是 彼此關懷的一個關係是什麼 譬如說他是你的好朋友 那好朋友當然自然而然 從日常對話裡面 你就可以用這些五個題目來關心他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問他 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 不是自視的問法 那我相信如果在彼此是信任的關係下 你去應用這個工具來關懷對方 往往他得到的這個分數一定是可信的 而且有一些例子 像之前聽過我們在社區醫療群當中 醫護人員用這個方式去關懷社區的老人 有會發現說老人們都好感動喔 他們會覺得說醫護人員來 不會關心我的睡眠 可是你第一題就 就是他一開始就去關懷他的睡眠 而且後面幾個題目都是很關鍵的 然後跟生活密切相關的 我們關注到這個老人的一個 心理的一個調適的狀態 那麼老人往往都是很感動 也會告訴你很多他的一些困擾 那就達到我們關懷的目的 所以假使大家可以善用他 我最後一張就是停留在 善用心情溫度計 以發現高風險的狀態這一張 來呼籲我們有更多的守門人去了解 運用一個工具 好過於我們用直覺去判斷 對方他是不是有需要幫助 他是不是已經心情不好 他是不是有很高的一些風險 因為也有同學會常常會來問我說 老師我怎麼知道對方這個危機是真的會發生 譬如說他覺得這同學很有危險 譬如說網路他已經寫了 他要去做某些傷害自己的事 但我怎麼知道他風險多高 那我想這時候當然約出來 如果你跟他 他是你的好朋友 自然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介入的機制 但是如果你不是好朋友 那當然現在的網路 網路情境下的這種給予的一些回饋 給予的支持的力量 當然可以發揮一些短期的效果 長期來講我想還是需要 他周遭的親朋好友 可以發揮一些更實際的一些資源的介入 或者是醫療的連結 才有辦法有效的去解決他背後的問題 因為不要忘記所有的自殺意念 自殺行為都是非常複雜的 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解決 他也不是源自於一個原因就會發生 所以我想是透過這個 最後停留在這一章讓大家知道 我們要做的事情滿多 那特別從迷思或者什麼人的迷思 然後到我們可以運用這個心靈怒劑 介入我們的聆聽 我們的同理 甚至諮詢專業到持續的追蹤 其實他是很多後續的工作要做 但是至少我們今天學習的這個部分 是能夠讓大家再去討論 怎麼樣能夠透過這個工具來 除了發現個案然後關懷個案 然後可能後續還有一些事情要做 比如說如果你發現了他是至殺意念四分 然後他告訴你 可是我覺得還好 我長期就是處在這個狀態 那你怎麼樣去跟他來溝通 所謂的求醫的必要性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後面的課程 也會帶到所謂的求助行為 那求助本身也是一個複雜的議題 但是怎麼樣透過什麼人 從一開始用心情溫度來建立關係 關懷的關係 然後再往後慢慢的讓他能夠進入到 專業的協助 這個專業有可能是心腹中心 有可能是醫療 有可能是其他社會的很多NGO資源的介入 就有賴我們這個一開始 從這個發現個案來做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簡單介紹到這邊 好 時間大概也來到了50分 鼓勵大家等一下在討論課 就是盡量發問 好 那我想今天就是一個不同的嘗試 世衛助教呢 也已經都準備好要來因應大家 提出來的問題 我想今天主席我也很期待 我們可以在討論中激盪出 更多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我們解決問題的策略 好 那期待大家等一下第三部分的報告 好 那期待大家等一下第三部分的報告 好 那期待大家等一下第三部分的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